大理旅游攻略 大理是悠闲和浪漫的代名词 下关的风,上关的花,苍山的雪,尔海的月,风花雪月构成了大理最著名的特色 去大理,我们的路线是先游览大理古城周边及重圣寺三塔 然后环尔海游,最后以登苍山结束 大理古城是大理旅游的核心区 这里承载着大理历史文化、宗教文化以及民族文化 重圣寺三塔位于大理古城西北部1.5公里处 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到古城旁边,尔海门有各种特色小区和各种手工文艺品 人民路是文艺青年的聚居地 洋人街里有古朴精致的小酒吧 第二天我们从大理古城出发 路过的喜洲古镇是白族聚居区 这里有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 然后我们去到风光秀丽的蝴蝶犬 观看独具天下罕见的蝴蝶会奇观 双廊古镇是苍山和尔海第一古镇 有大理风光在苍尔 苍尔风光在双廊之美誉 南朝风情岛占据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花色镇是尔海东岸的宗教文化中心 小普陀是尔海旁的一座绣珍小岛 小岛上可以全方位看到尔海风光 然后我们回到大理古城等待第三天的日程 苍山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 山上景色向来以雪云泉著称 我们先坐喜马坛索道到达苍山观景台 然后不远处就能到达天龙八部影视城 就这样我们的大理三日游就结束了